大家好 武漢肺炎 其實我真的不想更新 每天都沒有好消息 昨天泰國公佈了 2019年全球流行病預防能力 及應對嚴重流行病措施 在過去2019年 在195個國家之中 他就拿到培行第六 成績似乎不錯 但看回原來今年的武漢肺炎 他在武漢封關之前 已經有9000多人進入了泰國 究竟當時他有沒有做一個應對措施 現在國民很質疑 至今日已經有8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在泰國確診 有5個人出院 3人仍然留意隔離 情況如何呢 還未有特別的更新 在這裡我先跟大家更新一下情況 泰國軍方也宣佈了 他們預備了4架醫護飛機C130 如果中國的疫情繼續惡劣下去 他就會飛去武漢 然後就撤橋 因為仍然有5、60個泰國的留學生 在武漢 雖然機場方面加強管控 大致乎人民對於機場的管控 仍然也不太大信心 今天因為我有些事要出市中心 而且初三已經躲了兩天在家 心癢 不行了 要出去吃蘿蔔糕 因為始終過年 我去了Central World的一間酒樓 吃了一些東西 吃過中午 途中就看到很多人 和昨天和前天的態度很不同了 好 就等身在泰國的阿Li 和你直擊報道一下 今天看到什麼情況 首先在街上 真的多了很多人戴口罩 比我前兩天出街 真的多了很多 而且藥房宣佈了 全部口罩都沒有了 上網都是限量版地 有些N95大買到很貴 其他都要下個星期才有貨 又或者3M那裏 今天我檢查了3M 3M就完全不知道何時會上貨 因為今天要去旅遊區 我都看到仍然很多中國人在旅遊區 但很多都有戴口罩的 我們都做足預防措施 帶些噴的酒精 口罩 多洗手 去得多人的地方 我們就盡量避開 但其實去旅遊區都很難避 但不要亂碰東西 基本上我就看到 由於今天星期一 可能不是公眾假期 眼鏡店沒有什麼人嚴眼 因為我覺得去眼鏡店 嚴眼都是高偽的 去銀行那裏 我都見到所有職員都有戴口罩 因為無論藥房或者看 很多口罩都賣光了 我在街上都見到有人 買些棉質的口罩 今天都被塞塞了 好啦 那不跟大家談那麼久了 希望大家自求多福啦